最新消息 被日本媒體 譽為天才IT大成的 政務委員唐鳳 再度登上日本媒體 他跟音樂家對臺安被問到 疫情之下幸福在哪裡 他說和一起努力的同仁 有著家人般的情感 還說如果有人送他一百億美元 他還是會把錢投入研發科技的領域 我走的路並沒有改變過 政務委員唐鳳多次登上日本媒體 還被譽為智商一百八的 天才IT大成 因此他受邀和音樂家 鋼村盡興對談 被問到在疫情之下幸福在哪裡 唐鳳說他有一個辦公室 在社創中心 那裡彷彿是他的家 也有很多努力的同仁 就像是家人一般 唐鳳也提到 日本因為有社區傳播的情形 要舉辦活動比較困難 但他認為科技可以解決 像是台灣可免費上網的環境好 民眾可以體驗 虛擬實境活動 遠距活動等等 由於台灣防疫有成 唐鳳運用科技的措施 經過日本媒體報導後 使得他在日本的知名度大增 日前也受日本企業邀請 在線上和日本的國高中生 大約一千多人同時對談 唐鳳透過線上對談鼓勵日本年輕人 只要參與就有機會改變世界 華盛新新聞最後報導 華盛新新聞最後報導